皇上就给他回了一个手照 他没有亲自写手照 让谁带着回的呢 司马光 这中间又发生了点小的波折 司马光给他回的手照上怎么写的呢 写的时候是以神宗的口气来写的 朕已清 才高古人 名重当世 昭字颜血 置诸庙堂 推中尾城 言听济用 人莫能见 众所供之 今士大夫沸腾 黎一民骚动 乃欲伪还试任 退出便安 轻之私谋 故为无憾 朕之所望 将已为谁 什么意思 说白了就是 我器重你 叫你来做宰相 是为你重任的 而且我非常的器重你 我对你是言听计从 绝对信任 现在呢 发生了一些问题 民怨沸腾了 有骚动 你呢 想走了 临阵逃脱 作为你自己来讲 无可厚非 但是你别忘了 我们做的可不是私人的事情 是朝廷的大事 是天下的大事 阵 就是天下 你把天下的事情 让我交给谁呢 皇上是一看就怒了 谁写的这话 简直是 这哪是我呀 当时就非常愤怒 抗张自便 这是有规矩的 皇上下来的道士 我不服 我也可以写辩护词 言论特别激烈 急了 宋神宗也是 就那几个破字 你自己写不就完了吗 你让司马光写 那司马光能写出什么好话来吗 神宗一看 赶紧说 给他写了个手照 哎呀 不就这两句话 把你给惹恼了吗 你还不知道那谁写的 那不是话敢话吗 他就是那个话吗 对不对 那又不是我的意思 我也懒了一点 他写完我再没看 我让他们盖了张签了字 就发出去了 我怎么可能说这话呢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的错 行了吧 你赶紧回来 现在也这局面 这么困难 是不是 你赶紧得出来主持大局 出来了几天 王安氏还是憋闷的慌 又请了十多天的病假 请求解除职务 神宗不干 不行 不能这时候离开 你每次要让我 你每次提出要离开宰相的位置 我都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肯定是我哪做的不好 王安氏说 我跟您说实话 我在这位置上待的时间太长了 我也是人 我也会疲劳 是不是 而且执政的时间太长 别人会说闲话的 自己也容易犯错误 我建议您另选闲才 这对您是一条比较好的出路 神宗说 你让我上哪找人去 你说让我上哪找人去 您是没找 找他肯定有 神宗说 你看 你现在辞职影响不好 人家都说 让我霸你的宰相的职 就是因为要响应天意 你一样一辞职 改革变法正是最关键的时候 你走了 这什么影响 这不把我撂到这了吗 神宗就跟王安氏说 说你看 咱们现在的处境 我的这处境 就是最亲密的朋友 也未必了解 你就说咱俩这关系吧 从古到今 有这样的君臣关系吗 恐怕没有吧 我对你是绝对的信任 咱们俩这关系 你要是非得拿君和臣这个形式来定义的话 很难定义 咱们说是君臣的关系 比朋友的关系还要近 你现在要走 我还不得不把君臣的关系拿出来 是不是 就是说 朋友要讲义气 君臣咱就不讲义气 君臣得讲道义 对不对 你千万不能辞职 你看 我作为一个君 我都能忍受很多委屈 你无论是作为朋友 还是作为臣 你就不能替我担待点吗 有那么难吗 你看 宋神宗 虽然动摇的很厉害 但他对王安石 一直都是非常信任 而且是可以达到了推心致富的程度 可能王安石受了感动 没再提这事 事情刚有转机 却有人帮忙不成反天乱 一个支持变法的官员 本意想替王安石说话 上书要求皇帝 以特殊领域对待王安石 不但要把政务完全交给王安石 还要求解散书密院 将国家军务也交给王安石一并打理 这样的要求对于朝廷法度 是一个极大的挑衅 这不但让宋神宗心生不快 也让王安石的处境更加尴尬 而这次帮忙 也就成了压倒骆驼的那最后一根稻草 就这些事就裹乱到一块了 你知道吗 反对的势力特别大 而且借着自然灾害 来势汹汹 又碰上这么个傻子 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了 这不让王安石非常的惶恐 这回王安石是坚决要走 给沈东提出来 说我要养病 我要恢复身体 沈东想来想去觉得 这么扛下血不是个事 行 那这么着 宰相咱不做 你喜欢南京 你就去做江宁知府 宰相的待遇都不变 政治待遇等级都不变 您就在那儿去休息休息 回头再说 就这么着 在宋神中西宁七年的四月 也就是公元的1074年 王安石在担任了五年的宰相职务之后 第一次被罢免了宰相 如果从他做参知政事 也就是副宰相算起 他在朝廷执政达七年之久 这次罢免是王安石的第一次罢相 他的原因其实很多的 说句实在话 王安石的罢相 第一次的被罢相 恰恰说明改革变法 已经非常的深入了 深入到什么程度呢 已经深刻的触及到了各方面的利益 各方面的人群 因为改革变法涉及的广度和深度 都达到了这样的程度 所以各方面的利益的群体 都开始做出了强烈的反应 赞成的反应很强烈 反对的这个反应更强烈 特别是在改革变法的执行过程当中 由于政策本身当中会出现疏漏 用人在他的过程当中 也会出现失误 所以改革变法 由于变法本身的某些不成熟的方面 和用人方面的某些失误 使得反对的声音更大 这是第一点 第二 改革的总设计师和总执行者是王安石 但是改革的后台老板 是宋神宗 宋神宗坚持不移的支持王安石搞改革变法 这没办法 这是个死去 所有的反对派都不敢直接反对宋神宗 对不对 那他弟弟反对 他说那你来 你敢来 你今儿敢来 明儿你就不见了 他不能反宋神宗 但是他可以什么 所以他把全部的脏水和全部的批评的声音 都集中向王安石 不把你批倒批臭了 不算完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王安石面临的压力就非常大 一方面是来源于人生的攻击 一方面是改革变法本身的复杂性 涉及的广度和深度 触及到的人群之多 让他感到了空前的压力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不能单纯的认为宋神宗在动摇 我前面曾经讲过 宋神宗是这个国家的元首 王安石是这个国家的总理 王安石一门心思就是改革变法 改革变法就是为了复国强民 可是宋神宗不光考虑要复国强民 还要考虑什么 还要考虑国家的稳定 各种势力的均衡 他不能故此而失彼 他要做平衡 他应该是个平衡大师 所以当反对的声浪特别大 反对的势力特别大的时候 如果硬碰硬 可能会两败俱伤 在这样的情形下 他罢免王安石 其实主要是王安石自己提出辞职的 在某种程度上 实际上是为了缓和 过分剧烈的对抗局面 实际上从这点来讲 这一次的罢相在很大程度上 表面看是承受了巨大的 来自天灾或者人祸的这种压力 从另外一方面来讲 从积极的方面来讲 卫场不是一次政治策略 那么王安石 离开了宰相的位置 后边的大局由谁来主持呢 这是朝廷当时面临的一个很头疼的问题 王安石自己被罢免宰相之后 他会去做什么 他未来的命运会是什么 是一个很大的悬念 这些都等下一次我们再会接着讲 谢谢 被罢相的王安石临走前提拔了自己的得力助手 以保证变法继续进行 但事与愿违 结果让人目瞰恐难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为什么要把矛头对准自己的恩师 而王安石又是怎样二次罢相的呢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 继续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唐宋八大家之 王安石第十五集 东山再起 野外